台湾数位光讯核心集团自104年12月上市以来 连续两年蝉联公司治理评鉴排名上市公司前6%到20 显示出营收获利和永续经营并重 因此获得证交所的肯定 不但在公司治理推动上成效良好 也致力提升台湾影视善进企业社会责任 对社会与环境做出贡献 强化公司治理证交所103年开始推动公司治理评鉴 而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自104年底上市以来 已经连续两年蝉联公司治理评鉴 排名上市公司前6%到20表现相当亮眼 那我们势必要去跟前段班这个前第一名的来 追他们的公司治理的所有的规定 或者是所有他们可以内化做到 更关心这个社会的事情 那我想往第一名去追求公司治理 是我们重要的目标 那好的公司呢 他才能够留在市场上积业长青 根据证交所资料 106年受到评鉴的上市贵企业 一共有1539家 其中台数科集团 为了推动公司治理 不但提升公司资讯透明度 落实公司查核等具体作为 显示出营收获利和永续经营并重 那么台数科一路从地方上成长 茁壮这样一路走上来 事实上我们在地方上的连结本来就很深 那在地很多的子弟也在这里上班 我们认为我们是把它内化之后呢 然后行租于外面的这些标准跟条件而已 那我也希望内部的同仁呢 大家真正的把它落实在心上 不管你是环保啊 你是对能够省一分 能够往前走一步 我都觉得对社会是好的 那我们就应该去做 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 不但致力提升台湾影视 有线电视系统产业竞争力之外 也致力于对环境做出更多贡献 期盼能秉持本土关怀的服务精神 提供更高品质的收视服务 也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道